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9号星期五 习拜会看来谈的是非常的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 在习拜会之后 中共对美国的工作可以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都从哪几个方面的 当然这种东西就是说是一种蛛丝马迹看出来的 你懂吗 它不是说有特别明确的东西在 但是我现在到现在我没得到消息 就是说拜登到底答应习近平什么了 导致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可以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 新华网人民网 当然还有一点 我说的这几件事 是在习拜会前后的这么前一周和后一周之间 当然有人说了 你不说应该是他们俩谈了之后 不是的 你还是没能明白 他们俩那天谈什么 有什么能够谈成 基本上在之前的一两个月 双方的幕僚就已经开始谈了 你明白吗 所以在会面之前 双方其实大概其就99% 也不能说完全100%一样 99%已经知道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了 要不然双方就不会谈了 你明白吗 所以在前后这一两个星期 各种动作就会释放出来 你明白吗 不是说他俩真的到了最后了 就他俩谈了几个小时 谈可能不是的 双方幕僚在私下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 好吧 我们来看看 新华网 人民网 人民日报等众多 中国的中共的官媒先后于16日17日报道 说美国飞虎队来华抗战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建帮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以视频方式致辞 秦刚说说飞虎队美国飞虎队的故事承载着中美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身后的友谊 说80多年来飞虎队的佳话在中美两国代代相传 历久迷新显示了中美关系回暖 其实这就是这一点 如果没有回暖的话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平津湖 对不对 抗美援肠 对不对 回暖了 开始强调飞虎队 你看没有 特别明显 这是一个秦刚刚去的时候 但骂街告诉美国说 你们要会说话说话 不会说话 闭嘴 杀了阿博 对不对 你看现在来 开始强调了中美的这种 这是什么中美两国 这种友谊代代相传 开始强调这个了 然后再看 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举办了研讨会 学习习近平教授 写给美国朱利亚学院与天津方面合办学院的贺信 朱利亚在天津办了一个 可能天津有个音乐学院好像是 一块办了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合办的一个学校 2015年 因为彭丽娃他自己是歌唱家 对不对 歌唱家出身 对不对 2015年的彭丽娃 随从习近平访美的时候 曾在纽约参观过 朱利亚的学院 天津朱利亚学院 这点咱们还得承认 我觉得虽然很多人不太喜欢习近平 但是其实我对彭丽娃印象还都不错 对吧 以前我看过彭丽娃 就是说《香香三人行》当成三号彭丽娃 彭丽娃给人感觉 就比较我们北方人喜欢的那种北方大姐 那种 撒撒利地的 然后还有一点也得承认 就是说他出名跟习近平一点关系没有 他唱歌是真的靠自己能唱出名的 对吧 这个还是事实的 的确唱功什么在那哈 对吧 而且他出名好像比习近平要早很多 是吧 我记得他说八十年代就上个春娃子 是吧 他应该说比习近平成名早太多了 我记得他出名的时候 习近平是不是还当县长的 我想不起来了 所以他这个还是有点真材实学有阵料在这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其实说实话 彭丽娃这种其实不是交出来的 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我在网上看 有一哥们在那天天教别人怎么唱歌 然后做的还挺成功的 好多人看自媒体做的特别成功 你知道吗 我讲这个太能骗了 这纯骗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唱歌这种东西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教到出来的 但是除非你长得特别好看 你像什么郭福成刘端华那种 你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再恋恋 然后勉强的那样子 你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 真的就是说像什么彭丽媛 王菲 张元友 腾个这种 其实都真的不是交出来 这种是真的就是天生的 知道吗 这是老天爷给的 我当时这插一句 所以我跟你说 什么朱利亚音乐学院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学器械可能还行 你知道吗 嗓子这种东西 你真的 你像我 你拿哪个老师来 我也都是一个原创歌手 我唱什么歌都是自己的调 好吧 天津 叫天津朱利亚音乐学院 10月26号的落成 彭丽媛 因为他曾经参加过 参观过朱利亚学院 他就写信的祝贺 他自己本身也算是歌唱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说天津朱利亚学院 促进了中美人文交流的新的平台 其实你就从这能看出来 到10月底的时候 中美关系就在回暖 然后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于11月11号到12号 分别举办的学习彭丽媛教授 贺信精神 做好天津对美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 你发现了吗 开始强调中美这个友谊了 天津市政府 当然咱们也承认 李鸿忠也是为了拍彭丽媛的马屁 对不对 因为李鸿忠以前不就是说什么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拍习近平马屁 现在拍彭丽媛马屁 16小马屁拍的66的 李鸿忠 我们天津怎么进 我们天津进来点的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不干实事的 我跟你说 这么多年了 在我印象里 天津人觉得还干了点事 还有点诚意的 你知道谁吗 就是李瑞环 除了李瑞环之外 真的不行 张立昌简直被骂死了 张立昌真能干 要把天津变成线你知道吗 就张立昌那天 那时候光顺被骂了 后来张高丽来 也是光在天津网球中心 祸祸网球选手 然后没事搞个什么爆炸 大火 反正张高丽 张高丽我觉得他是不是 他也是命不好 他老出事 你知道吗 你冒着良心说 你说爆炸大火 谁在那当市长 也得出这事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你承认 不是说谁在那当市场 都到我们网球中心去祸祸 网球选手去 是不是 他这也是 所以张高丽 反正也是被骂 反正别提了 天津 就真正 就这么多年了 就从李瑞环走到之后 就再也没出一个 让老百姓觉得还行了 这么一个领导人 天津现在我觉得 说的上名字来的 就是建筑 让老百姓经营乐道的 都是李瑞环时期留下的 你知道吗 天津那时候最有名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们建的东站 东站有大厅 大厅在上面有画 你知道吗 然后画的 是那种半裸的 天使 你知道西方那种画 然后都是那种天使 带着翅膀那种 然后基本上身上全裸 身上只有一个翅膀 但是有云 有白色云遮挡着 所以若隐若现是半裸的 但你要是现在的话 画那种东西 大家都接受 现在可能天津 我不知道中国现在 很多可能音乐中心 什么都是那种西洋画 对对 就无所谓了 但是你要李瑞环 那个年代 我天他觉得 我们那时候到了东站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时候到了东站 都在这 没见过 看半天 所以就对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吗 不敢 那个年代 谁敢出这种东西 就李瑞环拍板 就 是这意思 然后 李鸿忠 李鸿忠 这来了之后 天津就瞎搞 搞彭丽丸 这个学习 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于11月11号到12号 分别举办了 学习彭丽丸教授 贺信精神 做好天津对美 人文交流工作研讨会 说天津市政府外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叫天下之经 与会人员的 这个就是搞了这个吧 说这个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 说与会人员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指示 以及彭丽丸教授的贺信 为新形势下开展对美人文交流 指明了方向 为紧张了中美关系 开始就是说缓和 你可以发现 你看这又是 然后再来一个 路透社的消息 被中国禁止离境的 一位美籍华裔男子 叫华裔的美籍男子 美籍就差不多 叫丹尼尔徐已经返回美国 把他释放了 丹尼尔徐在中国被扣押了四年多 他在中国没有被定罪 但是四年多 一直禁止他出境 现在把他释放 释放的时候 就是什么 时间就是在中美两国 就拜习会 习拜会 开视频会议之前的几个小时 突然把他释放了 然后释放之后 过了几个小时 美方也驱逐了7名 在美国被定罪的中国国民 双方等于又交换了一丝的人质 双方私下里谈 交换了人质 之前交换了孟晚舟和康明凯 和麦克尔 当年川普想要交换的时候 民主党在这 骂 总统干涉司法 不要脸 然后这一次 拜登跟习近平谈好了 交换了之后 说伟大领袖 拜主席 对不对 解放了康明海 我就觉得真的是 同样的事 川普干就是行政干涉司法 拜登干的时候 就是伟大领袖 简直不要脸到家了 这次又来了 又是交换了双方 交换战俘 这应该也是 双方幕僚谈妥了的 双方交换了一下政府 然后还有一个 双方又谈走了一件事 美国和中国本星期 达成了协议 同意彼此放松 对驻本国对方记者的 这种限制 去年在川普再来时期 2022年的时候 两国就不断升级 各种政策 限制对方驻本国记者的 工作 所谓的记者 其实说的实在 中国驻美国记者 他们讲话 就都是 你说大外宣也行 说是间谍也行 美国其实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出中国的记者也是有一些间谍不方便做的事情 由记者来做 比如说在你录了一个大白天给你来一个阴间滤镜 你看看照特别阴森恐怖 然后照人都从下往上照 你知道吗 反正对 因为我们也接触过BBC的记者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特别的明显 对不对 他要的那种答案的 你很难给他 你知道吗 对当时不是有一位小伙伴吗 咱们不说的名字 怕不能影响被抓了 然后BBC记者就采访 问小伙伴怎么了 我就说没事 不用担心 一点事没有 我能够得到的消息 好极了 暂时被控制起来了 好吃好喝好带上去 过两天就没事了 BBC记者骂了都快疯了 你能感觉出来吗 当时他态度就觉得 我靠你能这么重呢 你应该说现在把他扒光了 吊起来打 你知道吗 老虎到辣椒水 你知道吗 他想要那种答案 对不对 为了一个真实答案 他其实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真 他不想要知道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他想要的是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怎么说 我觉得双方各有这种间谍 有各种这种宣传机构 在对方那里 反正就是互相包装 互相理解 大家都是工作 你说哪个国家还能没有间谍 对不对 你说对吧 但是就是说 其实也都那么回事 对不对 也不能说你的间谍就高尚 我们的间谍就怎么着 对不对 都是公务员 是不是 我觉得对于基层干部 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宽容以待 对不对 要骂 主要骂高层 然后从去年的二月开始 美国国务院把五家中国国营新闻机构 指定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中国政府分支机构 然后美国国务院随后把这五家新闻机构 获准同时在美工作的中国过务员人数 从160人 消减到了100人 并且把他们签证拘留期 从一年减短到了90天 当年这是川普干的 让中国随后也驱逐了美国驻中国主要媒体的多位记者 双方就是说互相都大打出手 这个本星期达成了协议 也是拜习会的结果 习外会的结果 中国记者将获得了一年多次往返签证 中国也承诺说一旦美国的政策成效之后 中国也将给予美国记者同等待遇 这反正也是双方的关系在和缓这么一种的证明 这次习外会的成果还是非常的斐然 有了很多的成果 我当时我也说 我说应该年底之前 我觉得就像元旦之前达不到的话 春节之前 双方应该关系的逐步的就是正常化 现在看得出来 基本上朝这方向去走 而且说实话 这一次习外会能谈的这么好 能够达到这么好的结果 双方能够这么多的这种共识 我没有想到 中方这一次从川普实习开始 中方实际上是比较狠的 要跟你拼到底 虽然川普实习劝习近平不要这么干 但是不得不承认 习近平做赌赢了 川普下去了 对不对 拜登老金毛上来了 对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方能够做了这么多 就是说妥协让步是好的东西 我相信美方应该给了足够的 让中方能够满意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拭目以待 我们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 如果后面的拜登在外交抵制了 中国的冬奥会 那倒也答应了什么 是不是 我也很好奇 各位修脚的去打探打探 怎么回事 到现在没得到任何消息 是不是 好吧 那这些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